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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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面积10.67万公顷的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中国重要的野生丹顶鹤肿群停留起居地 不管气温高低 丹顶鹤永远路着脚踝 似乎是在表达自己的时尚宣言 除了腿长 脖子细长是丹顶鹤的另一个特点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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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不是共舞 而是两种鸟类间的异常冲突 向丹顶鹤发起挑战的是凤头麦基 也许他明白自己不是丹顶鹤的对手 但他也毫不退缩 别看凤头麦基的发型有些非主流 其实这场争端的原因是丹顶鹤误入了他的巢穴 保护领地是鸟类的本能 一小博大真是可敬的对手 在向海戏剧性是偶然的彩蛋 平平淡淡才是过日子的常态 丹顶鹤经常以家庭为单位生活 采取一夫一妻制 一年会孵化两个卵 父母轮流孵化二十八天左右 每年五月到六月 小丹顶鹤会破壳而出 与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繁殖的丹顶鹤种群相比 中国丹顶鹤的繁殖地温度更高 资源更为丰富 这也使得在中国繁殖的丹顶鹤往往能够同时养活两只雏鸟 在湿地的南部是一片现今世界保存最完整 面积最大的蒙古黄鱼林 就在小丹顶鹤出生的时节 一黄鱼树树洞为巢穴的代圣 在黄鱼树枝上筑巢的中华潘雀 家里也迎来了新成员 不同的小窝同样探出脑袋的姿势 等待来自家长的头位 头羽霸气发色时髦 带圣的颜值在鸟类里可谓是天花板级别 但光鲜的外表下却是以臭文明的风平 它们从不经历巢穴中的粪便 吃虫的饮食结构又使得分泌物的味道难以描述 所以代圣们总是臭哄哄的 中华攀雀的筑巢技术十分高超 树皮纤维 羊毛 柳絮 多种材料 共同组成了眼前这个真正以上的摇篮 长身体期间的雏鸟们的胃口很好 这让它们的父母近乎一刻不停地外出觅食 看来照顾家庭的责任感显然不是人类专有的品质 中华 柳絮 年轻人生 GearHew 和声唯磯企这些两节练乱 翻导 进去 sido 我们通关了 忠于 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